菲儿 今天你得出点力了 另外都知道的 咱们小菲儿有一个雅称 叫做非军师 对不对 不是白叫的 必须得出力 来 起来 我就在想 你说从他的视角 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什么呀 咱把相机放他身上拍一下 你说行不行啊 小菲儿 来 开始实验了 别紧张 别紧张 你看 我这有一个360-2的相机 这个相机很小的 它这个相机好像有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粘到某个地方的一个小支架 可以 没问题的 因为它这个相机比较轻 所以只要粘上就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挂上了 一会咱们就出去试一下 跑了一圈还挺热 我把外套已经扔到一边了 小菲儿可以系上一宫了吧 非军师 以后尊称你为非军师吧 非军师刚才跟我发话了 说杨斯基 今天发挥有点失常 因为我没有合适的背带 马上给我买一个宠物相机背带 这样的话我能表现的更好 好吧 这家伙我也跟你说两兜啊 第一点 马上给你买 这没问题的 第二点 哥们我不是杨斯基 哥们我是杨斯陵对不对 虽然只有你一个小兵 但是该有的身份得有 好吧 人归正正啊 延续之前的那个话题 说一下平时我在旅途当中 常用的拍照设备 之前的视频呢 说到了自己的主拍照设备 就是手持的那些 那这一期呢 其实跟大家讲一些周边 拍摄一些特殊角度的这些设备 我觉得这些设备啊 绝对是我在视频当中 起的画龙点睛的一个作用的 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这些东西 那第一个设备呢 就是这个东西 刚才大家看到的 Insta360 GO2的这款相机 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呢 其实有三点意义的啊 第一点意义 你比如说搭配这个小配件 就可以拍摄各种的角度 放在飞车身上也可以 最主要 当然我不是放在它身上啊 你看这个东西 它后边有一小硅胶 水洗就可以重复利用 贴在任何的地方 在这拍摄向下的角度 哎 就可以 我主要用于它呢 还是放在车外 放在车身上 车骷髅旁边的箱体上 包括前面挡风玻璃上 拍摄一些自驾的过程当中的画面 很好用啊 之前好多的视频 用到了这个角度 第二点意义 其实也是搭配它的一些配件啊 它的一些配件 真是非常有设计感啊 你看这个小配件 就像一个项链似的 你挂在身上 它其实是一个磁力贴 挂在身上以后呢 相机拿出来 这个东西是它的充电盒啊 这是它的相机 这是什么意义呢 我就可以干别的事儿了 丝毫不影响我干什么事情啊 低人称角度来拍摄各种画面 对不对 随便 干什么都可以 还有一个配件 也能实现这个功能 就是这个配件 这个配件是一个帽子夹 你看啊 夹上帽子上 刚刚把我相机拿下来 也是磁 可以吸上 你可以调整它的抚养角度 就可以拍摄 很多的画面了 同时解放双手 这个意义相当相当重要啊 尤其对于哥们 我这么一个在乎厨艺的人 这也到快到饭点了 做饭啊 顺便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角度 好方便 我看看都有什么啊 看看这满的 薄皮包子 我给大家做一个新疆特色啊 薄皮包子抓饭啊 我记着有点薄皮包子 应该还有点剩点手抓饭了 对 哎呀这手抓饭有点少啊 就这么一点了 还有点米饭 我改良一下啊 给它展示一下 哥们厨艺 洋葱 按板 踩刀 先把外边那层切掉 多讲究啊 别这么自恋行吗 别这么自信行吗 在什么上自信 也不能在厨艺上自信 好吧 刀工没有退步啊 刀工没有退步 还可以 看个鸡的 看看已经做好了 这还有一块肉囊 薄皮包子抓饭 这个不是我瞎弄出来的啊 这边确实有这个口 一个苹果 再加一个果丹皮 酸的嘛 去心腻 很香很香啊 现在就想吃了 看继续追剧 和平饭店 吃完饭 和大家继续讲设备啊 军师 非军师 你今天就算出力了 你也不能一直要好处啊 我都给你好吃的了 你靠边一些 我跟大家说点重点的事啊 跟大家说点别的事 在 在讲 勾二相机 第三个意义 也就是最重要的意义之前啊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其他的几款的周边设备 也就是在 这儿 这两个 一个这个 是佳能的G7X3 我是拍前面的 以前呢 我用这款相机 是手持的 拍自己的 但是对焦真是太烂了 所以我就手动的对焦 拍前面吧 而这个呢 是拍坐在驾驶位置的我的 是索尼ZV-1 中规中矩的一款相机吧 那平时我 航拍的小飞机呢 是这个 大江L2 如果现在考虑的话 可以考虑 L2S这一款 跟大家说 最重要的 G2的意义 这个相机对于我最重要的意义啊 当然不是能够变出两个小翅膀 放在这拍摄了 也不是它机身有防水的功能 因为这些功能呀 很多的相机上都是有的 比如说我之前用的GoPro 可为什么当它上市以后 我就换成了它呢 因为尺寸 没错尺寸才是最重要的 相较于GoPro啊 差不多这个大小 它的尺寸只有GoPro的二分之一 这可能是我见过世界上最小的相机了吧 拇指相机了 尺寸能带来什么意义啊 对于一个每天自驾在路上的我来说 我真不知道下一个小时会碰到哪些美丽的景色 哪些有趣的人或者事 所以呢 我基本上天天都会把它放在兜里 当需要记录的时候 拿出来放在这 或者是我就不摘掉它 一按这个键就开始记录了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更重要的 遇到一些有趣的人或者事的时候 如果我拿出这个相机来去拍摄 那就比较尴尬了啊 即便用小一点这个东西 可能也很难愉快的去拍摄 那用这个东西 它没有攻击感 可以跟对方自然的去对话 真心的去交谈 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基于此才有了之前在宁夏西海故地区 和那些孩子开心的聊现在的生活 在西藏定日县 又和另外一些小朋友聊未来 它们没有任何的据述 如果这个呢 可以想象 这就是我认为这台相机 最重要的意义 同时它也是我拍视频的一个大前提 就是真实记录 真情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